气象预报指出周末冷气团南下而位在北部的北海岸地区将会有低于12度的超低温 为了要帮独居长辈储处备能量 今天三支区长以及公所志工带上的暖暖包以及围巾 还有一些加热及时的食物要给独烙 希望长辈们都可以温暖的度过这一波寒流 寒流来西预测北海岸地区气温将会下探到12度 为了要让独居长辈有所准备今天一早三支区长以及公所志工来到独烙家中 带上保暖用品以及食物等物资要来关怀长辈 希望在这波寒流来西施老人家可以有保暖衣物以及用品可以使用 藉此也帮他们渡过这一波寒流 三支的境内有94位的一个独居的长者 那我们公所这边也都会发动我们的志工 然后我们会一一的打电话来慰问 也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希望我们也都能够第一时间都能够帮助到我们的长辈 我们特别借这个机会也要感谢我们三支区的一个志工队 给我们许多的一个协助 我们希望说我们政府民间大家一起合作 能够给我们的一些长辈能够有更多更贴心的服务 因应这一波寒流来西公所将针对区内94位的独居长辈进行关怀 有爱心物资食物以及包暖用的毛炭 还有区长也贴心的送上暖暖包 要长辈感觉冷却使用随时保持身体的暖和 另外公所志工还将亲手织的围巾送给长辈 要借此传递手心的温度 那我们支的这个手支的毛巾 在去年跟前年陆陆续续 志工伙伴们都有全心投入这件事情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支得很好 但是一针一线透过他们又这样用心的一个付出 相信把这个围巾送到独居老人的肾上 对长者的肾上 他们应该可以获得很大的贴心跟关怀 那么人间有温情是在于每一个人 只要花一点善念用试机的行动去付出 相信可以得到在射向每一个阴暗的角落 可以得到更多的光明面更关怀 那我们这一波的那个人气团南下 那造成我们北海岸这个地区 大概会有12度以下的低温 特别呼吁如果家中有使用热水器 或者是有独居的长者 一定要特别注意使用热水器的安全 根据气象报导指出 人气团南下整个北海岸都将被低温笼罩 气温可能会到12度以下 虚公所也担忧独老独自在家饮食不易 超低温还要出门更是不便 因此送上可以加热及时的食物 还有保暖必备的暖暖包 要让独老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也让他们身心都暖起来 记者老平韩三区采访报导